老杨到处说 外电报导 香港计划加大对中国大陆官员的资金流动和交易项目的审查力度 很有意思 这说了好像是香港 其实跟大陆是有关系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大陆将进一步加大反腐的力度 这里面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叫来自大陆的政治涉嫌人物 涉及危险的人物 可以我们在这里做多元的解释 那么我们综合归纳一下 彭博社英国金融时报 也就这两天的报道 香港最新的反洗钱的咨询文件显示 香港财经事务局库局建立 对来自香港以外地区 也不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 任何地方的政治涉嫌人物 来进行更加严格的禁止调查 那么现在按照香港的法律 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 政治涉嫌人物 需要接受更严格的调查 那么香港有一个律师行 一个律师叫李显能 他说如果香港一旦通过修改之后的 反洗黑钱的规则 那么香港的银行 香港的律师和会计师 除了要加强对外国政治涉嫌人物的 禁止调查的力度之外 也必须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 政治涉嫌人物的调查力度 注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动向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有关的反洗钱 咨询的文件显示 香港也可能对虚拟资产交易业务 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那就是虚拟货币啊 底特币啊等等 并对以贵重资产为基础工具的 商业交易设立两级注册制度 那么香港这样的尝试呢 过去下面几年加强监管 来确保外界遵守反洗钱的法规 根据这个报道呢 因为涉及洗钱 或者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香港的金融机构 和指定的非金融企业 或者行业领域 必须对外国政治涉嫌人物 和他们的家人 或这些政治涉嫌人物 有亲密联系的人士 展开禁止调查 那么好了 这句话更有意思 在香港现有的规则下 在外国拥有政府职务的个人 都属于政治涉嫌人物 当然过去讲外国 现在包括中国大陆的话 那就说在政府职务的个人 拥有职务的个人 都属于政治涉嫌人物 这点想到呢 也就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 中纪委 那么这个习近平讲了 中共的反腐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腐败这个中共执政的最大风险 依然存在 反腐斗争稍有松懈 就可能前功尽弃 这事情我呢 有一些这样的解读不一定对 但是我认为呢 有一点意思 第一呢 我们在此之间有提过 北京不是要更换中联办 一两百多一半的人选 那么曾经有人提示过 这是北京准备对香港的拨乱反证 一个最重要的举措 北京将加大对香港大陆驻港机构 当然负责港澳工作的港澳办 中联办 尤其是中资企业 央企国企和其他涉港机构的 彻底整治的力度 别以为都是敌对势力 三风点火 别以为香港什么东西的 诸如此类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 来自内部的因素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彻底整治这个关系 大家一定要明了 可能是未来一两年 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点 第二呢 在香港现有规则之下 注意在外国拥有政治职务的个人 都属于政治涉嫌人物 好了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着手加强 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涉嫌人物的调查力度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现任职务的 已经退休的大陆各级官员 他们的资产 他们的香港的资金的流向 都属于被禁止调查的范围 这就不一样了 这就不一样了 第三 在香港具有中资背景的企业 尤其是大型的央企 大型的国企 各省市的一些企业 驻港机构 咱们在香港所拥有的经济的影响力 其实已经比97年之前 比回归之初 有长足的进步发展 甚至成了可以三分天下 在香港的一些主要 比如说中信啊 中银啊 还有这个中粮啊 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得了 都是互部级的干部 华论呢 那好了 当然长期以来呢 长期以来 香港社会一直盛传 香港已几乎成了大陆 各式各样贪官忽利 贪腐官员 权贵家族的资金池 财户中转的中心 或者权贵家族和权贵家族的子女的 财富的基山地 哪一座豪宅啊 多少钱 几个亿啊 这种消息很多 甚至言之早早 哪一个现任的中常委 哪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的 孩子 孙子 儿子 女儿 在哪里哪里有什么资产 哪里哪里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事情对香港来讲 整个社会有的年轻人 观感不是太好 这一类的小道消息 不觉以耳 落语一道啊 这一段时间 大家也知道 就是肖建华 没有被自动返回内地协助 交代问题之前 香港有一个地方 一个酒店不得了 叫世纪酒店 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 大陆各式各样人物 尤其是那些大陆通缉的 或者要追查的 双规的 跑到香港来的避难所 所以我相信呢 真的要从这个地方彻底整治 从这个方面下手 收获满满 可以预期 只是看当局 是不是半遮半烟 或者是真的是 真做到彻底整治 这事情呢 我们是有期待的 这是第四点 2019年 反送中引发的 街头抗争 沸沸扬扬 当然我们一般都会说 现在大陆都会说 海外敌对势力 国际政治势力 提供资金 提供训练 原则很多 包括台湾 包括哪里 好了 除了李子英 这些浮在水面上的金主之外 据称 也有必居在港 甚至在内地的 某些资金的支持 这些传言当然有待 进一步的核实 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和结录 好了 香港修改反洗钱 黑钱的规则 就一定会涉及到 具有中国大陆 或者背景的这些 政治的涉嫌人物 如果真的有决心 要加大调查力度 我们可以想象 后续的各种真相的披露 应该会有很多 大跌破眼镜 大肆意 眼球的轰动效应 当然我希望他不是说 而是真的要做 我不做 只能呼喊一下 雷声大愚言小 那就算了 如果真做的话 香港这一块的文章 一定可很多 第五 至于早前 也传了澳门的大哥 崩牙居 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通缉 被国际行政组织通缉 跟东南亚 上一个东西有关 香港道上的大佬 上海仔 返回香港投案 包括前锋雷 被当众袭击受伤 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远远不及 我说了这个新闻 香港方面 着手加强 来自中国大陆的 政治涉嫌人物的 尽责调查的力度 我认为这个非常有意思 如果他真做的话 新闻很多 内幕很多 真相很多 而且呢 二十大之前 在这方面采取彻底整治 这个彻底整治呢 从香港入手 对中国大陆的城市贪腐 尤其是震慑 权贵家族 特别有政治企图心的权贵家族 让他们不敢 有任何的政治的蠢动 所以真的这么做的话 这得一石多鸟啊 我认为呢 出这个主意的人呢 也很厉害 但我相信呢 不止说 一定要做 做了以后 也是收归香港民心 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下了 一会儿 我们下了 你 我们下了 我们下了 一会儿 的